开工顺利 动土平安 一切吉祥 信义三星公办都根案 由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全坤建设代表动土 祈求顺利 这座以共生加共享维新城市概念 新建地下四层 地上十五层之黄金级绿建筑驻商大楼 将透过商店 黎明活动场域 屋顶花园 共享阳台及街角广场整体设计 呈现全新风貌 预计114年完工 很荣幸来参加信义三星公办都根的开工典礼 基于公共利益跟居住的安全 台北市非常积极的推动公办都根 我们成立了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在今年五月正式挂牌 这是过去我们财团法人台北市都市更新中心转型而成 那么目前有18个案子在进行 其中有八个案是开工的 那今天这个案子将来是地下四层 地上十五层 是一个驻商的复合大楼 那是有土地的参与 所以在分为土地又规划一些 居民活动的场域 那其他就由私立组跟出资人分为 将来这个建筑是一个黄金级的绿建筑 事实上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目前在这场疫情结束之后 台北市最重要的工作是2050净零烫开放 所以将来我们对这些建筑会要求要绿建筑的标准 节能减碳 这个要达到一定的标准 所以这栋建筑是完全符合我们台北市政府的政策来建立的 那这栋大楼建立好以后 包括外面的人行道 都会由这个全困建设认养十年你知道 那可以把周边的环境也做进一步的改善 所以这个既可以达到都市更新 也可以活化都市的机能 实现一个一具永续的城市 最后来再感谢我们全困建设的李总裁 跟易东营造的都董事长 谢谢大家的帮忙 那我们让这个都市更新 公安都更可以成功 那最后还是预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已 开工一切顺利 谢谢大家 信义三星公办都根案 位于信义路四段及光复南路交叉口 基地面积约316平 其中室有土地占59.2% 私地主占40.8% 未来台北市府将分回商业空间 并设置198M的区民活动中心 供民众使用 在众人的管理下 动土仪式圆满 期待更新后能改善地方整体环境 延续周边商业氛围 进而加速周边更新改建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